什么迷你官方变田狗 但先回归了 故事是这样的 今天我突然发现 迷你官方 现在给我留言了 迷你世界的老兵们 还记得有一个叫辣条的人 在迷你世界中 分享各种快乐与欢乐的人 这一次他们说要回来了 辣条一起与我迎接他们吗 为什么我看别人的村感谢的话 到我这就变成记得我了 算了算了 不爱了就是不爱了 那我何说迷你变田狗的呢 你看看 只要现在上线 就能领迷你币 改名卡 并迷你皮肤 永久皮肤 连送是五个 这你受得了吗 不仅如此 还有喜阳阳联名的玩法 和皮肤 免费送 这在以前 不收你一个888个的迷你币 那他就不要迷你啊 你看现在 全部都免费送 我真是 你说 早这样 玩家会退游吗 不知道我们 最喜欢白嫖吗 小伙伴们 对不对 不仅罗蛇 为了照顾老玩家的情绪 官方给玩家准备了 从前的地图 玩玩还特意 把钻石套装 织角方块 回归了 现在的迷你 不仅和从前的迷你一模一样 甚至 现在不管是画质 还是玩法 动作 都比以前 要流畅多了 不过 说到迷你官方 为何如此卑微 变甜狗 那不得不说 在2023年 这一整年 迷你圈发生的事 从最早的正经家族退游 到后面越来越多的主播退游 就连很多千万粉色的大主播 小宇 不仅退游了 还改了名 宣布退网 和巧琴 和妮妮 也是一样 还有半拉土豆手王者 他们睡了没有退网 但却不再更新迷你了 甚至迷你第一人 半仙 也逐渐不玩迷你了 不过好在半仙 也回归了 什么 半仙回归了 真的假的 我不信 当然是真的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给你看个视频就知道了 大师兄回来了 你说什么 我感觉到 全部都回来了 俗话说的好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我身后的这些小伙伴 相信老粉们肯定不陌生 一战老兵们 你们还在等什么 华塞半仙 不仅回归迷你了 而且还会定时直播 带领大家玩生存 那我也要回归迷你 那少伙伴 你们还会回归迷你吗 回来吧 迷你世界 我最骄傲的信仰 与你戴木的卡卡 眼泪莫名的流淌 一世纪的花笑 还有给你的链接 把友情都给创造 就算通宵也不累 最后我想说 我们最后 我们看来 我们很糟蹦 我们最后 我们最后 我们最后